来了宝贝今天用两分钟的时间教你探一张烟雨朦胧的小饼 首先我们准备好画框以后 拿出我们的大猪毛刷子 占白色就这么上下的给它划了 然后用浅蓝色还是一样的手法 上下的划了 但是一定要轻 动作一定要温柔 就像抚摸你爱人的脸庞一样 这是画得劲了 然后这个大刷子 上面占浅蓝色 下面占白色 浅蓝色朝上白色朝下 这么竖着给它划了划了 再把白色的地方给它稍微晕一晕 第一层删完事了 第二层上面还是浅蓝色 光浅蓝色就行了 就这么竖着往上刷 刷到下边的时候颜色浅 然后顺着把树给它划下了 第二层 第三层颜色逐渐加深 慢慢往下划 然后这个树有的宝贝不会划 看到吗 拿个山青笔 左边咕哟咕哟 右边咕哟咕哟 一棵树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就用这种手法 再划第三层 第四层 颜色逐渐加深 我们就能划出一种烟雨朦胧 天青色等烟雨的感觉 最近最近的才华 谁恨不住老丁泛滥 老丁往外冒傻 傻呀这是 强调个重点 我们这幅画只用了普蓝色跟白色 浅的地方呢 就是普蓝色多加一些白 深的地方呢 就是普蓝色少加一些白 这都是知识点 然后我们再给它画点雨 天青色等烟雨 不管有烟 还有雨呢 再把美文交代值一丝 你看这效果 哎呀 这也太得劲了 想学更多画画技巧 晚上九点来 我直播间 我教你啊宝贝 我去看你了 我去看你了